好 王尚元这球要找前点 这种球是比较有威胁的 广州城队刚才是靠门前马人 把这波攻势给抵挡住了 但是反击速度其实不太能打得出来 还是阵地战 这边河南松山龙队回来的人也不少 这个球错进错出的 这个球黄振宇传的是有点大 小将杨阳是拿不到的 但是这个球落下来之后 反而是造成松山龙队的队员 回防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 又碰给了陈俊乐 让陈俊乐在门前捡了个漏 这是广州城的队员 这个赛季在连赛里打进了第五球 这个球松山龙队丢得有点稀里糊涂的 我们再看一下李提香 在这横向转弯之后 黄振宇上来他瞄 他是瞄着小将在前点这个位置 但是他没抢到之后呢 正好砸在了回防队员的脚上 正好砸在回防队员的脚上 同样是U23的小将王浩然 做了个乌龙处攻 这样广州城队1-0领先了 雨天总会有意外 春队2-0领先了 222-0队 2160 29